有很多人问我 上期那个用软柔拨号的单线服用的玩法 会对上网带宽有影响吗 这一期咱们就主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上期分享过单线服用的玩法 这个主要是基于微量技术的应用 那么我们先看看 微量技术是否会影响数据传输的流量 咱们先看一下两个偷普图 一个是客户端和测速服务器进行直连 直接测速 另一个是客户端和测速服务器通过微量进行连接 也就是由微量ID标记的通讯进行测速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测速的直接对比 用的工具是Apple 3 测试的是下行速度 我们可以看到 无微量标记的速度 最高能达到941到942兆左右 耳带微量标记的速度 最高能达到939兆左右 这里有2到3兆左右的损耗 这个可不是误差 确实是有这个损耗的 那这个损耗怎么来的呢 这其实是由于微量的流量在传输过程中是有标记的 所以才导致的这个损耗 不过影响非常有限了 这里可能会有人好奇 为什么直连的速度看起来好像也没跑满 我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直连其实是已经跑满千兆速率了 因为iPost 3现在测速的是TCP的传输速率 它的理论值就是这个 已经跑到了极限速率了 同理微量直连的车数也达到了极限速率 它的理论值是这个 这些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哈 但大家确实没必要知道怎么算的 知道这个结论就可以了 所以从上面的测试来看 只要带微量标记的 就会有一点点损耗 但影响不大 是可以忽略的 然后我们再继续做下面的测试 看一下拓谱图 第一个 路由器连按口连接客户端 微按口连接测试服务器 模拟上网的情况 第二个 在第一个拓谱图的基础之上 微按口与测试服务器的连接 是带微量标记的 其他不便 第三个 交换机下面 连接一个扣端 一个单线服用的路由器 一个测试服务器 测试服务器是走微量标记的流量 与路由器进行通讯 客户端用正常流量与路由器通讯 这个跟上期分享的单线服用模式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用客户端进行下行宽带测试 看一下对比 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到 第一个和第二个结构 都达到了各自的极限数率 第三个仿论结构 也是跑到了带微量标记的极限数率 也就是说 单线服用的这个玩法 下行带宽是可以跑满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单线服用是不会影响宽带的 但是呢 宽带不仅仅包含下载 还包括上传 如果同时进行 那会怎么样呢 咱们继续做测试 看头部图 第一个 路由器 连按口连接两个扣端 然后 连按口连接一个交换机 交换机连接两个测试服务器 模拟访问外网的环境 第二个 交换机接入五个设备 两个客户端 两个测试服务器 一个单线服用的路由器 测试服务器与路由器 通过微量标识进行通信 我们看一下效果 第一个呢 上下行同时进行测试 出现了一些损耗 不太大 我觉得算是正常情况 可能由于设备 或者网线 或者接触方面的问题 所导致的 但第二个托普图的测试 差距就比较明显了 上行和下行 基本上是折半的传输 这一点其实从原理上 是可以说得通的 现在千兆有权端口 都是全双工的数据传输 也就是说 发送和接收 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那么千兆端口 从数据吞吐量来讲 应该是2000兆的传输量 第一个托普图的测试 就表明了这一点 然后用于拨号的单线服用 是充分利用了 网口的全双工模式 最终外在的表现为 整个吞吐量 实际只有千兆 而非2000兆 这样在上传和下载 同时进行的时候 就可能会出现 上面这种情况发生 也就是互相抢通道资源的情况 从这一点看的话 担心不用对宽带的影响 还真的挺大的 而且这里就有一种 相对特别的网络架构 就能体现它的这个影响 不建议不要在意 家里内网速率的朋友来玩 拖普图类似于这样的 这种网络架构 有些设备互相传输的速率 是会被影响到的 比如设备1和设备2传输数据 然后设备3 下载数据 这时候这根线 就承载了太多的数据 在实际测试中 就会发现影响是会比较严重的 当然我们上面的情况 都是非常极限的测试的 落实到实际 就要有所区分了 在家庭网络下 大部分的家庭宽带业务 上行带宽都少的可怜 从单线复用 用来上网拨号的情况来说 它是完全不会影响宽带的 有人说 那如果千兆带宽呢 上行再少 加起来也会突破千兆啊 那样不就会有限制了吗 就更不用担心了 因为如果你要更好地 享受千兆的宽带业务的话 一般是需要换一个 更高速率端口的设备来使用 那么单线复用2.5G 甚至是万兆端口的话 对于千兆宽带 那就更不会有影响 当然设备本身的性能 也需要达标的 最后这里顺便分享一下 刚才的那个特殊的网络架构 如果改良的话 是可以这样的 主流换成交换机 直接在入线内箱 接一个单口软入游 然后用它进行单线复用的拨号 这样就比较好了 那如果还想要IPTV怎么办呢 两个办法 一个是再弄一个单线复用 带上IPTV的VLAN就行了 这个对内网的影响 就会小很多了 另一个是 把IPTV的主播变单薄 内网用播放器就都可以看了 当然还需要更多的操作 这个方法也适用于 网上找M3U8直播源来用 之前分享过的 对了 还有一点 如果你需要保持多设备同时传输 而且都需要保持 最高内网速率传输的话 那么你要尽量买多口交换机 来直连设备 不要像这样串联交换机 来扩展端口 这个逻辑就是 串联会限制吞堵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 企业需要超多口交换机的原因之一 转发效率和带宽 都是可以保障的 当然 一般家用的话 确实不会有那么大的 长期内网数率的需求 也就不用那么讲究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视频对于帮助 还请多多的点赞分享观众互动 你的支持是我们一视频 最大的东西 感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